雲林水林鄉是十七世紀 顏思齊在四百年前登陸台灣時 所建立的開台第一莊 他們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帶來傳統信仰的開始 這裡是紀志華牧師的家鄉 一個他從來沒有想過 會歸來定居的地方 等到後來在外面念書 努力工作 教書等等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我根本沒有說想到 有一天我會回鄉中天 捲起袖子成為農夫前 紀牧師在美國留學多年 因著上帝的一句話回到台灣 之後上帝更將深愛北港的負擔 放進牧師心中 因此他離開嘉義農專的教職 前往北港朝天宮旁的 靖宣教會服飾 期間不僅帶領團隊 啟動媽祖繞行期間的走島 更多年舉辦奏會來祝福西海岸 默默為著台灣西部的復興來禱告 金牧師他有點像耶穌默然不明 而真實的勇敢的戰力 影向西海岸困難的挑戰 而我在他身上看見一個勇者 願意為耶穌站在西海岸的形象 所以我很感動他為西海岸戰力 我覺得西海岸有他戰力 因此我就會也跟著有勇氣 戰力在西海岸 出立在雲林水林田間的十字架 是記住黃牧師決定成為農夫的記號 從靖宣神學院院長退任後 上帝透過真言告訴他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寶石 因而決定從學者變成農夫 沒想到早年所學的農化系背景 如今都成為幫助 我以前大學念的是土壤肥料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要真正去解決 而不是用一種取代的方式 用簡便的方式來得到你要的產量而已 一方面他自己有地 二方面他真的在農業上面的預備 包括專業知識 還有他的這些經歷的預備 都到齊了 所以當一個人在被神預備到齊的時候 他就自然而來走在神 已經安排好的道路當中 牧師說 真正開始種田時 一點都不好玩 為了愛護土地 堅持不用化肥農藥 縱然得蹲在田央除草 來回穿梭 施撒有機肥料 甚至還換來全身痠痛 不過他也說 當他站立在田中央耕種的那一刻 基督徒的用心與專業 將在世人面前做見證